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Script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对 今天这期我就带您看看 您不该看的东西 什么意思 咱们把它看 今天这期我要给您讲解一下 如何看到class中所定义的 关于private属性的内容 上期我给您讲过 类的存取权限 对不对 public protetic 包括private private是最私有的 包括自己的子类 都不能够看到里面的内容 那么咱们有没有一种方法 能够看到并修改里面的内容呢 这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主题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首先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getter setter 对 咱们通过getter setter语法来存取 private属性里面的内容 都该怎么做 马上看例子 这个地方 我给您建了一个database类 这database类里面有一个模板机的属性 叫做dbname 大家看这个地方 它是private 是private的说明外界并不能够访问到它 对不对 然后呢 咱在构造器当中 给这个private的dbname进行复制 那么咱们就先运行一下 现在这个类 看看是不是外界不能访问到它 马上开始 我这建一个文件 叫做test.ts 没有问题 然后把代码拷备过来 下面屏蔽的这几行代码 是今天给您讲解的内容 为了不干扰您 我把它删掉 非常纯粹的一个类定义 对吧 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调用它 怎么调用 大家看 我直接拗一个db类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传上一个出去话值 oracle is good 其实现在不敢说oracle 现在这个posts 也不错 算了 咱们就oracle吧 oracle is good 没有问题吧 然后咱们直接干什么 大家看 我要在控制台上打印出来 这个db变量里面的dbname属性 但是这个dbname属性是private 能不能输出呢 当然这个VSCode支持比较好 它会给人报一个错 咱们直接运行 看编译器 报不报错 就知道了 试一下 开一个终端 然后tsc控格 然后test.tsc 一回车 注意看 编译时肯定也报错 对吧 为什么 它是私有的 你怎么能用功用方式去存取呢 去调用呢 这是不可以的 这是错的 不行 那么咱们把它改成 一旦把它改成public 咱们再编译 没有问题 包括使用 也都是 没有问题 对吧 OK 咱们再改回私有 那么 它是private 它是私有 咱们该怎么用 对 咱们看啊 咱们通过get set方法 就能够用到 咱们先看这个 把它拷贝过来 我为这个dbname 加上一个get 取得器 大家请看 get 空格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一个函数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个属性 都可以啊 但是要name 加上一个括号 这括号后面呢 是一个返回值 这个大家请看 这是不是就相对于是定义了一个函数 对吧 函数名叫做name 然后在这函数里面 我return 我返回一下这个dbname 没问题吧 OK 那么这样的话 我给外界公开了一个name属性 那么外界通过name属性 就能够存 就能够取得到dbname里面的值 该怎么用 咱们看这个地方 我直接减去 大家请看 我敲db.name 一开始db里面没有name的属性 对不对 但是我是定义一个get 也就是说 它就相当于这个dbbase 这个database类里面的一个属性 叫做name 这个类里面返回的是dbname 好 咱们现在实验 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编译 成功吧 对吧 这个是es5的规范 所以说 这个在编译时 需要加上一个target 然后es5 按照es5的规范进行编译 我不加的话 我看我根文件 是应该是按照es6的规范编译 OK 咱们什么都不说 编译通过 然后直接node回 tst.1 回车 大家请看 出来了 uricle is good 也就是说 咱们通过name属性 访问到了 私有变量 dbname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咱们能不能给它复值呢 当然可以 咱们试一下 怎么复值 就这个地方 搞背过来 好 咱们实验一下 我把它打开 大家请看 复值 其实跟咱们定一个 比如说这定一个function 你说有什么区别 一回事 咱先不这么写 这个地方叫set set什么 也是一个name属性 然后呢 这接收一个参数 这参数是阵型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 把咱们传进来的参数 附给模板机的disname 这样就相当于说给它复了值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咱们不仅能够读取到它 还能够改变它的值 怎么改变 往下看啊 这个地方 搞背过来 好 咱们看一下内容 我这定义了一个db name 定义了一个db的属性 然后呢 我打印出默认的name的值 出来了吧 然后我给name附上一个新值 然后再打印出来 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oracle is good 然后呢 我给它附上一个my circle is good 然后再打印出来 name值 它就是my circle 对不对 好 看一下结果 编译 没问题 然后node运行 大家快看 这个地方 我输出是oracle is good 没问题 同时我改变了name的值 再输出的话 就变成了my circle is good too 也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 咱们通过这个get跟set 这两个方法呢 可以存取 不管是读啊 是存和取 两边都做到了 干什么 修改和取得private值里面的 属性里面的内容 没有问题吧 ok 这么说 给您讲明白了 咱们如果想取到私有的变量里面的内容 同时还想改变它的话 就用到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get跟set 好吧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不知道您听不明白 应该不是很难 我带您看了一下 您不该看的东西 而且您其实也看到了 好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YouTube 报告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